台湾壮阔的高山美景是不少山友们想征战百岳的契机 而高山协作员更是许多山友们登山逐梦的推手 但依据劳动部劳动级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 107年卑躬背负作业生物力学研究的问卷调查显示 有87%高山协作员认为 山域背负作业是一件很容易造成肌肉骨骼不适的工作 更有55.4%曾经因背负作业而受伤 因此劳动部研究团队就实际到何欢山 嘉明湖这些高山区域 和高山协作员们做现地实验了解现况 他们大概在30公斤的时候 是一个他们可以比较能够长时间完成作业的公斤数 而且大多数人都可以完成 所以我们就订定这样一个规范 而且明显的在这个部分 比较不会有一些衍生的肌肉隔伤病的问题 用双肩背负重物超过30公斤 对高山协作员的肌肉骨骼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呢 高山协作员在背负作业的时候 最怕的是伤到腰 如果背负作业 背负的这个姿势不正确的时候 最怕伤到腰 伤到腰之后就不能再作业 或是背负太过重的情况下 就伤到腰 腰针尖盘这边 背负过重一不小心就会造成永种性伤害 目前高山运补作业 大多都还是仰赖高山协作员运作 而刘组长也指出 为了避免劳资双方发生争议 新定定的指引中也提到 因采书面约定给付报酬 和提供意外保险等 确保双方权益 而背负相关装备也在研发中 盼能维持或辅助背负作业能力 原市新闻给了一顾 新北市采访报